今次要介绍的第六匹上季备忘码是苏惟研码房匹讯势赢 上季何惟研码房的头码数目创新高 不过由其所训练的讯势赢就在评分不断创新低之下未能够重开胜门 其实表面看难免有些少失望 不过细心留意赛绩 其实顺势赢得到只是有些幸运 因为上季踏入季尾阶段 顺势赢是先后遇上了两次强组 而两场马的安上人更是陈家熙 第一次遇上强组的是落班前跑田丑千二米得第四名 直至季尾 这一场是527场次的参战马再出大部分都有很好的表现 而顺势赢能够在三班强组跑第四 所以落班之后能够提升名次 对他来说就变成是基本要求 胜利之王瞻仙 金鼓齐星开始拍上来红眼罩角匹 橙衣还有天外飞天 后多层的马还有小刺弹 外面顺势赢 最外还有威力飞弹发财大师的马 最后二百多米 天外飞天压住了入面金鼓齐星 金鼓齐星再打上来 中间还有顺势赢 外面位置还有威力飞弹 入面小刺弹 接近中点 天外飞天就赢出这场赛事 跑第二名是顺势赢 第三名卖别金鼓齐星 最后虽然顺势赢只得第二名 不过单看完成时间 已经比起统日系三班赢马的超级龙珠都还要快 再结合同场参战马稍后再跑的成绩 就进一步证实这场584场次 又是一场强草赛事 也反映顺势赢本身跑四班赛是相当之有优势 博室后的顺势赢比加一分 需要被逼回师跑三班赛 更遇上不合发挥的变化地 就可以当时被匹马回一回气 毕竟都连续是两次强组博圆 回完气之后改配了艾杜辣跑回干快地 更有运抽到一档 卖门也见有色知识着手落飞 可惜直路因为不够位冲而失死 拼出去外面冲进益线绿色有料 大外档加州王者 最后200多米了 见到这只好如意放得挺顺 接来了一个新米 见到中间的米子坎天铁翼追紧 外面潮州精神 内南那边还有川河灌区 外面上来的姓神威 最后100米到好如意还有优势 外面追又坎天铁翼 里面上来就是川河灌区 接近中点川河灌区 外面穿上来成为王之宏 出道以来的第二场投马 其实看回当时 只要艾道拿肯不动 内心等前面果匹好如意移入 或者移出果时 就可以够位摄上去望空再冲 不过艾道拿感激极地 再稳又稳地去望空 都算是合理发挥 只是输运都没办法 但幕后输完这场之后 就决定即时拉走转头 苏伟然马房 在苏伟然接手之后 应该发现到匹马完全无什么不妥 所以就算价不够一个月后 就已经安排再跑 虽然昔日田泰安曾经两性同主马顺二宝 而且近期又已经骑过一次 不过要田泰安肯气骑天天得乐 都不是一个容易去做的决定 也多多少少反映到 顺势赢在田泰安心目中 都有一定份量 但可惜就不好彩抽到大外档 再加上苏伟然又突然 帮这批全仓马脱下所有配备 所以在前都预计大多数会跑到 好像试货大杂那样走 因为转仓之后都没有试货大杂 就已经安排上阵 结果顺势赢起步很快 不过就被安上仁田泰安监生拖到 下去包尾跟跑 最后舍步速之下都差点可以追到 一直掌金名刺 留意顺势赢跑到 被动兼在弯位舍柜 但没断都只是稍稍慢过 全程坑位的天天得乐些小 而天天得乐在杀科战 再出差点可以赢马 足以证明顺势赢再出 即使留系三班再跑都会是 必须要留意的一匹马 而且假输一场后更被他成功争取到 在暑期大减5分 下季将会在四班起步 简直是非常着手 回顾顺势赢上季初跑四班赛 用陈嘉熙什么130磅都跑第二 宴平56分也即是来季首前四班赛果时 即使用大师傅也只是需要什么131磅 再看回上场在7月1号跑完之后的 操练是完全无停过 所以预期苏伟然有机会 在开来日就已经会派顺势赢出战 我一求神拜佛都希望 判一哥不要出手霸了李骑就好了